两年前还在担任宾州首长的林冠英 因为低价买房案被控以贪污罪名 那案件是拖了两年 今天终于有了个了结 林冠英的首席代表律师兰卡巴星 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之后 提出陈情要求撤销控状 而今天总检察署正式撤销财政部长林冠英 被指以低价买房的案件 法庭也宣布林冠英和原刃屋主彭丽君无罪释放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早听完审讯 从法庭门口走出来就笑脸盈盈 还跟律师团队摆出举手握拳的胜体姿势 那从底部表情和身体语言 大概也已经知道今天低价买房案的审讯结果了 林冠英和原屋主彭丽君无罪释放 首席代表律师兰卡巴星向媒体强调 控方原本要求宣判释放 但不代表无罪 但是法庭不同意 说要释放就是无罪释放 被控的两人现在是真正获得自由身了 案件终于了结 当事人林冠英说 前朝检控单位对他选择性提控 这两年来已经对他和彭丽君 以及家人带来很大的压力 如今法庭终于还他们清白 林冠英说 他原本以为今天只是一般的过堂程序 而彭丽君也已经做好准备面对一切可能性 但是没有想到被判无罪释放 让他很高兴 也很感谢一路相信并且支持他的人 无论如何今天林冠英上庭之前 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 到来陪同上庭的火箭党同志在法庭门口迎接 与他握手的时候发现 哎 林财长的手 怎么裹得快小纱布呢 原来林冠英是因为509大选竞选期 与选民握太多手而受伤了 林冠英说他已经进行了小手术 伤势无大碍 不过虽然有政治人物的职业伤害 但是林冠英他今天在法庭 还是坚持使用右手 见人就卧 这算是另类的敬业乐业精神吗 那对于槟城高庭今天的宣判 林冠英和彭丽君在低价买方案中无罪释放 反贪会教后发表文告表示 他们对这样的裁决感到震惊 那反贪会也在声明当中强调 撤销案件是来自总检察署的议决 并非来自反贪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